今天外面一直下雨啊 那个我看一下我们的红树 应栽了有二十天了吧 二十天了 红树的高产管理离不开肥啊 尤其是假肥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以前不是有句俗话叫什么 红树一把灰能结一大堆 因为这个草木灰啊 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假 所以说红树离不开假肥 那么红树特别在苗期的时候 所谓的苗期指的是 就是在那个红树生殖生长以前的时候啊 那个应该用什么样的肥料比较好一点 这个也是这段时间很多钟之后 问我一个问题 一般我们建议啊 就是在红树苗灾后的半个月时间呢 最好11次提摩肥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旦被围住了 一亩地别多用啊 记住别多用 用个两三斤的尿素 你如果浇水的时候 你可以随水这个冲湿过去 再等个一二十天的时候啊 一二十天 这时候是红树慢的 已经开始往外是慢了 这个时候 它这个时期呢 离这个生殖生长时期呢 也很近了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浇水的情况下 建议我们再施一次肥 什么配方呢 你好不是尿素 同样二导三斤 别多用啊 记住 因为这个时期 如果你蛋元素过高的话 很容易造成这个红树秧的旺长 红树羊旺长以后呢 你这个生殖生长的养分是供不过去了 然后呢 硫酸甲肥料 用一个八到十斤 做一次炊肥 这样的情况下是比较科学的 每一次别多用 这样的话肥药的利利用率也比较彻底 再到下一次施肥到什么时候了 那就到我们红树的彭大期了 那个时候 同样以甲肥为主了 如果你能把这三变肥料掌握好 这个养分掌握好以后 那么你这个红树啊 无论在品质品相上 包括在产量上 都会非常好非常高的 刚才去了一个种植户的玉米田 看了一下啊 没有拿拍摄设备 没有拍啊 主要是 现在是六月底了 那个玉米上的青虫开始发生了 主要看来是什么虫 那个2.5叶蛾 主要啃使 刚出来这个玉米苗那个 经济部位 导致这个农户那儿缺妙断种比较厉害 应该是今年这个玉米2.5叶蛾 发生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比较偏重的 所以我们其他种植户啊 这个要今天要注意了 那么玉米2.5叶蛾 你防止的情况下 如果按常规的药啊 你好比说我们常规的话 一般就用加尾盐 配上高效率护性基脂 这样的药去防的话 可能现在可能效果不好了 因为现在这个玉米上的这个青虫啊 抗性越来越大的 建议我们种植户啊 配方改改调一调 可以使用阴冲微配上那个 绿虫斑件香氨 或者是绿虫斑件香氨呢 配上甲胃盐 这样的配方去杀虫 绿虫斑件香氨这两年过产化以后呢 不贵了啊 不贵了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配方来防止 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 而且它这个持效期还是比较长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 在沙虫的时候啊 不能白打药了 加上一些营养剂 这个时候呢 玉米你可以建议用 那个 云台素内质 再配上新元素 微量元素鑫 这样的话 一个是预防后期的突击问题啊 另外一个呢 可以有效提升玉米的抗凝性能 特别是这两年玉米 在七八月份 受粉的时候 往往那个温度太高 影响受粉以后 导致这个玉米 棒子确立啊 土尖啊 受粉不完全 如果你这个时候加上 云台素内质啊 可以有效提升这个玉米的抗凝性能 对产量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红树啊 马上就要开始申办了啊 前两天还有一个种植户 来我们第一里面看了以后说啊 这红树 你们栽了二十多天了 为啥感觉不长呢 啊 实际上这个就牵涉到一个红树的一个描器管理了 实际上红树在你栽种完以后三十天左右的时间 啊 四十天这样一个时间的话 基本上是以长根为主 啊 这个低上那个叶片呢 长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啊 因为这时候根系这块 你这个红树啊 长多长啊 长多大啊 长多大呀 包括你这个能接几个红树啊 全在这四十天当中还进行的 所以说呢 在苗树这个管理上啊 是很关键的 为后期的产量提升啊 会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一般我们都建议啊 在红树苗树的时候 就是你栽完苗二十天以后呢 这个时候红树呢 肯定是已经缓磨结束了 啊 你可以 喷湿一些营养类的叶面肥 来起到一个促进根系 和促进低上叶片的生长 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建议啊 你可以使用 啊 一亩地啊 八十克的磷酸而行甲 再加上一袋氨基酸 市场上一般就是五十毫升左右吧 啊 再加上那个云苔苏内脂啊 如果不差钱的话 可以用壁护啊 这样的一个施肥方法呢 喷湿一次 啊 这样对你的红树产量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啊 还有一个刚才我看啊 这红树叶片上已经开始有青虫了 啊 六月份六月底的时候 都是叶额额类打脸发生的时候 你红树也逃走不了 所以说呢 你使用一面飞的时候 建议我们可以加上杀虫剂 杀虫剂的话一般 你用那个高效率浮青虫剂 配上加味盐 就可以防止这个青虫了 我看网上啊 现在还是有人在纠结啊 这个玉米的侧芽掰不掰的一个问题啊 我总感觉是吃饱撑的 何必在纠结呢 你看一下这种情况 这个是这个玉米的侧芽 看下了没 可不是爱得紧密的玉米啊 刚才我看了 它这个根 是连在一起的 它是一个侧芽 很多人说了 玉米这个主 主径长大以后 这个侧芽自动都没有了 看下了没 这个侧芽 到现在为止 玉米已经出岁了 还存在着呢 实际上也就是说 它这个结不成碎了 即便能结成碎这个侧芽 它也是一个很小的碎 形成不了产量 这样的情况下 这么大一颗 它是直接影响 这个玉米的养分吸收的 首先网上说啊 这个玉米侧芽是不影响产量的 这是胡扯的啊 因为到后期的话 这个玉米侧芽 它并不会说 开始枯萎以后 回缩以后 就把这个养分回到主干上了 这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另外一个呢 这个侧芽掰不掰啊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的用工成本的 如果你自己种了一点地 精细化操作 那你尽可能的去掰 对产量还是有提升的 但是如果你是大面积种植啊 你用工成本 你一天八十块钱的人工费 掰了侧芽 说白了给你操作的价值 可能只有十块钱 你还是赔钱的 所以说呢 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